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集的《迦勒底日誌》 FGO最近出了大事 出了泳裝希兒,出了泳裝艾雷 但這都不是今天要說的 今天要來聊聊最近大沿上的從者硬幣系統 沿上到了事發隔天夜良區就出來庶民道歉 還補償了史無前例的120顆石頭 那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從者硬幣系統 從者硬幣可以用於將從者從100等算到120等 以及解鎖三種被動技能 其中被動技能只有技能2是實用的 取得的管道也僅有兩種 抽卡跟提升半等級 半等級給的硬幣是杯嘴車星 也有硬上限是15等 那如果西威真愛黨 你可以選擇練到120等 被動只開到技能2 或是只開技能123 那你若要全部都練到極致 那不好意思,請你抽到保6 就是請你們要抽到超過寶具上限 上個版本的硬幣系統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出在周年出的這個新版本 被動技能多了2種 所以2種並不是可有可無的 而是即使用甚至有機會變成關鍵拼圖的技能 如果要完全體的硬幣需求 也往上升到寶八 那之前硬幣有剩 先解鎖垃圾技能的人 就變得白癡了 那這件事情 如果你投入FGO越深 你就會被被字的越慘 更別說FGO還有一個硬幣回收系統 可以換成聖杯 那就有趣了 我覺得我硬幣多出來了拿去回收了 今天你突然跟我說 你丟掉了硬幣又有用了 哇,這是從者硬幣還是比特幣 那當然了 在影域的緊急道歉後 大部分的問題看起來是都解決了 也很誠意的給了120顆石頭 爭議就是剩下完全體需要抽到寶八 那要我說的話 上個版本的硬幣系統 其實就已經很白癡了 到底為什麼一個完全體 會需要抽到超過寶具上限 作為一個充填寶七 泳賺充填寶十的我來說 這次更新我最直觀的想法是什麼 那就是 我營運你真的是得稱禁止耶 那當時對於要抽寶六的怨氣 全都想起來了 而且大家別忘了 限定四星是完全沒保底的 像是我的寶石泳裝充填 還缺寶四層的版 雖然作為玩家的我 完全能夠理解為什麼會生氣 但我依然是蠻訝異做事演唱的規模 以及FGO營運應對之快速 畢竟我們宇宙神遊 在許多機制上的設計 很惱人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而且再怎麼說 這個系統也只會影響到 核心與尖端玩家 死忠的 人又少 應該比較難燒起來吧 結果就是今天這副 既意外也不意外的 岩上事件了 從根本上來說 從者硬幣這種 試圖模仿其他手遊的碎片玩法 我認為 設計的是真的很爛 很多手遊的碎片玩法 是設計讓你抽歪 或是抽低心腳 累積出相應的資源來做補充 但FGO無論是無界民靈機 還是從者硬幣 其取得難易度 與實際的用途都有太大的差距了 其實FGO有出很多這種擠牙膏式 讓你的從者一點點變強的系統 像是金狗啊 聖杯啊 瘦的足跡啊等等 那些都還可以說是一種資源管理吧 但硬幣系統就是一個很單純的行李課金 你獲得的管道就是只剩抽卡 上個版本我找你數學爛 你沒算好就算了 但就是寶八完全體 配合上更新的天井系統 完全就是在傳達這樣的訊息 其實玩FGO一直以來都是肯吃信仰的 是一個比較浪漫的手遊 他不會搞太多強度的花樣啊 強迫你課金戳角色 FGO的角色強度一直都很寶具 所以這種啊 眼都不眼啊 請你課金 才會有一種很錯愕的感覺 偏偏這個改動 對於不抽寶五的人沒差 對於抽寶五的人也沒差 恰恰就只對抽寶六以為自己已經畢業的人傷害最大 我都已經抽超過寶具上線了 我的戰鬥終於結束了 我終於可以退休回家種田了 那種以為自己是最強的 結果發現自己根本不是最強的感覺 你懂嗎 就是 嘖嘖 五條五啊 你懂我意思嗎 只是差別在啊 我不會說沒讓營運大人你爽賺真的很不好意思而已啊 我是因為本來剛好充田就有抽到寶七寶十 所以反倒有一種意外沒有浪費到的感覺 但這個機制是不是白癡 我認為還是白癡 但我啊 除二次元也只除充田一個人哦 沒辦法 在充田面前我都是盤子啊 最後還是希望啊 FGO最終能夠改善出一個更好的硬幣入手管道 嚴盡於此 呵呵呵 呵呵呵呵